为让韩式在年底前顺利找到工作 健康过中秋 仁安基金会将在9月20日举办中秋发放就业包活动 但目前经费募集只有两成 这天有民间团体就前往台中平安站 为韩式进行怡荣大改造 希望助他们一臂之力 而台中就业服务处代表也前往现场 接受韩式准备的履历表 鼓励他们积极就业早日自利生活 美容师迅速挥舞手中的理容刀 将阿昌的外表打理得干净整齐 接着换上全新的工作服 不只外表大改造 阿昌也将履历表交给台中就业服务处 希望尽快顺利找到工作 今天借由这个机会来做改造 也增加了本身的一个知性心 那也希望说这个 借由这个机会能够找到很好的工作 从106年到107年开始 我们透过从社会局或者是我们基金会 或者是林贵的一个韩式就业服务的一个转介 我们服务了将近67人 那我们服务的内容 包括了就是我们去陪同面试 做检疫的就业咨询 那部分有些韩式它需要一个比较深度的心理资商 这都是在我们的服务范围内 包括它的发型 以及我们有美容行业 有SPA的部分呢 我们也会注重在它的整个外形上 包括它的服装上来做一个建议 或者做一个整理 那在这个部分呢 当然我们一再地强调 能够把韩式的这个部分呢 展现它的一个知性度出来 为协助韩式就业健康过中秋 仁安基金会将在9月20日举办中秋发放就业包活动 目标发放350包 但目前经费募集只有两成左右 因此呼吁大众踊跃支持 帮助韩式自立生活 募集的状况呢 现在也还尚缺290包 那我们一包的单价呢是600元 因为我们就说了 爱心600希望可以协助韩式们就业 那真的很希望说 各界的善心人士可以帮帮我们 主办单位表示 考量韩式多半从事劳力工作 重要物品不方便携带 因此特别设计就业腰包 让他们能随身带着证件 清洁用品等 收纳好自身财物 早日脱贫回归社会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报导